午餐時間轉角這家小吃店 突然發出喀啦聲響 瞬間騎樓天花板崩塌 倒塌瞬間 還有路人穿傘從人行道經過 隱約可以看到騎樓內有一名顧客 腳步一直往後退 嚇到腿都軟了 另一側過馬路的路人 也全被這一幕嚇傻 就怕有人受傷 消防車貨報抵達 砰 都嚇來了 泡浪醫生你們嚇到 好像那個卡車開進來了 天花板崩塌 裝潢隔板 燈管 木板 還有支撐的鐵條往下墜落 有的斷裂 有的跟管線牽扯在一起 這是高雄延城區五福四路上 一處轉角的火雞肉飯店家 21號中午12點多 疑似幾天前的強震 還有餘震影響 天花板突然墜落 當時有一名顧客坐在棋樓內用 差一點點就被砸到 他急忙逃窜 今天有一個客人在那邊吃嘛 有嚇到 有一個嚇到跑掉 店員回想那瞬間 直呼驚險 因為要是再玩幾分鐘 恐怕會砸到排隊人潮 那一瞬間剛好沒有人 好險 好險 如果真的 沒了 差不多都給他五分鐘 有了 真的就這條人了 他們就排隊 這棟建築物已經老舊 曾經因為風太大天花板塌過一次 重新裝潢整修 這次疑似餘震又掉下來 店家要請人來檢修 幸好只有一名顧客受到驚嚇 沒有傷亡是不幸中的大幸 TVBS新聞 趙莉黃曉琪 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